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是一座古老的军事城堡 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 与人们想象中不同 狮子岩的来历充满了血腥和暴力 它的建造者是摩利耶王朝的国王卡西亚伯 这位年轻的国王士夫登基 却始终因为自己流亡海外的弟弟而深感恐惧 在这种恐惧的逼迫下 他下令建造了这座宫殿和古堡 然而就在他夺得王位的第七个年头 他的弟弟最终带领着军队回来复仇 这场战争几乎毁掉了整个狮子岩古堡 原本外形如同狮子一般的建筑 在战火中变得面目全非 而其内部原本保存了几百张精美严画 最终也只有几十张保存了下来 而如今的人们只能通过这些残存的遗迹来想象之前的辉煌盛景 而对于现代人来说 这座宫殿的建造其实有着许多谜团 其中最大的一个谜团在于 以牟利耶王朝只有七年的短暂历史来讲 古代的斯里兰卡人是怎么建造出这样一座高居200多米高空的建筑的呢 对此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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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